现在是晚上的6点钟 刚刚下班出来 已经两天没去菜市场买菜了 不知道现在这个猪肉是涨了还是又降了 走吧 我们去菜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去菜市场买菜这个路上 很多那些摆摊的又过来占摊位来了 现在他们正在搭棚子搭架子 到了6点钟就可以摆了 下午出来买菜的人都好少啊 我都没有看到有什么人下午出来买菜 一般都是上午买好 然后吃一整天 来到菜市场了 菜市场门口这里有很多楼民在这里卖菜 又新鲜又便宜 我们先过去买点菜 现在我来到菜摊 先买点菜 今天的菜看起来都蛮新鲜的 买点这个黄瓜 这个黄瓜看起来不错 再买两根瘸子 这瘸子也不错 再买点这个扁子 这个扁头看起来也好新鲜 再买两颗西红柿 拿回去好大 再买点青菜 买好菜了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猪肉 买多少钱一斤吧 老板 这个猪肉多少钱一斤 26啊 今天的猪肉26一斤 帮我拿再块吧 现在买菜回来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花了有40多块钱 13层一斤菜市场的猪肉中间降加了 以前的天降了4块钱一斤才26一斤了 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原因才卖这么便宜啊 可能是降了一点点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城市现在猪肉都是前一斤的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